日前有民眾到嘉義蒲子的大牌邊釣魚 結果剛買不到一個月的iPhone Pro Max 就釣進了大牌 原本以為找不回手機了 直接買新的 結果當天晚上竟然接到警方的電話 說有人撿到他的手機 而且還能夠開機 功能也一切都正常 讓網友直說 難道是湖中女神現寧了嗎 聖光出現了 粉衣男子走進警局 拿起手機再三端詳 因為奇蹟發生了 剛買一個月的手機 竟然失而復得 一旁有人也難以置信 因為日前這支手機 隨著釣魚瞬間 掉進嘉義荷包羽大牌 心想肯定沒救 還當天買了新手機 沒想到晚間接到警方電話說 手機出現了 黃心思主經通知到手 領回該手機 表示相當意外並開心 原本以為他在大牌後 所掉落無法再死我 可針對警方及該民眾 實際不昧的行為 深表感謝及感激 真的是喜出望外 畢竟大牌水溝又大又深 到底誰是神仙 答案就是他 這位穿着黑底花襯衫的男子 撿到這支iPhone 13 Pro Max 送到警局 而且還能奇蹟開機 讓警方找到手機主人 過程PO上網 引起網友熱議 有網友開玩笑稱 童話般的故事 金手機 銀手機 湖中女神顯靈 還有人說 我的手機掉到馬桶 只有兩秒 還是掛了 不可能吧 為什麼 我都掉落了這支 沈沈了 由於一所預言裡的 金斧頭與銀斧頭故事 真實上演 引發網友熱議 記者蔡崇吾嘉義報導 請進來 請進來 請進去